有提到的就是這個地方 剛剛是日期,他說哪一個名稱 如果假設剛剛這一集 同學問到就是說 這個地方如果我出現的不是1月 而是這個1月工作表名稱 再加上1日好了 假設這樣子 就是說前面 就不是用一個數字 而是用一個工作表名稱的話 那其實可以從這邊下手 因為這邊的話是 我們是I AND I的話指的是 第幾個工作表 那如果說你要改成 他的工作表名稱的話 那其實只要把什麼 把這邊 SHITS第幾個 這邊個叫SHITS第幾個工作表 I的話是假設1的話 那就是1月 那我要怎麼樣剛好 取得他這個工作表的名稱 其實也很簡單 就加上那個工作表 後面加點NAME就可以了 NAME的話呢 指的是他的名稱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把 這個1月呢 串在這邊 然後加上一個1日的話 不過這樣有點怪怪的啦 就是變成說前面 就是中文國字 然後後面的話變成數字 所以我本來是想到這樣 但我覺得這樣好像有點怪怪的 輸出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輸出結果 就變成像這樣 1月1日 那這個底下應該就 2月1日 3月1日 OK 所以我本來是想 做輸出成這樣 但是後來我發現 好像這樣有點怪怪 因為 一個中文 一個數字 那這樣好像感覺有點 不太和諧啦 所以後來我才改成像剛剛那樣 剛剛的話是改成這樣 有沒有 1月的 有沒有 就是 同樣都是數字 那這樣輸出的話 看起來會比較 一致性啦 OK 當然理論上 最好是 年月日都有 那當然是最好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 最好這個地方 把它標準化一下 所以剛剛同學問到 那個幾年的話 其實就是 這個地方把它改成 那一個 shits.name就可以 放在這裡 那如果當然 你想說 老師那我這個就是 今年度的 今年度的 1月1號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假設你要把它變成 標準日期的話 那所謂的標準日期 就是中間加斜線 2020 幾月幾號 那 當然 如果你要改成 標準日期的話 那我改一下 不過我改 我乾脆就在底下改好了 這地方 改成這樣子 就是 這邊的話就出現 就是 2022 假設這邊 這個就變成 2022 就今年 然後 斜線的 1月 1日好了 OK 讓它變成一個標準的 日期格式的話 那當然呢 這個地方要怎麼改呢 OK 首先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改的方法也 大家雷同 第一個的話就是 月份 月份的話 其實就是i OK 所以我們可以講 2022 假設說 我要把它串為 2022的話 就是2022 然後呢 再加一個斜線 有沒有 斜線後面呢 我們在 2022 一個i i指的是 幾月嘛 然後再 end 還要一個斜線 所以這邊加一個斜線 OK 然後這個斜線後面呢 再加上 原來它的資料 就是 1234 在後面再 end 它原來的資料 原來資料 就這個 OK,然後這樣就完成了 也就是說中間一定要加斜線斜線 然後把I串在中間 把日串在最右邊 OK,那我先把它清除掉了 理論上應該這樣就OK了,看一下,執行 如果不確定的話,這邊設個中斷點,執行一下 到這邊,看一下,把它改回2022的1月1號 2022的1月1號 那再來的話,下一個 下一個2022的1月2號,沒錯,一直類推 所以底下應該全部改完,應該就沒有問題 那你會發現改完之後 它也會是一個標準的日期格式 也就是說你按右鍵,你把它出成格式 它這邊的話呢 通用格式也會是標準日期 那也會幫你改 實際上,那這個 也就是說在VBA,你假如要輸出是一個標準日期格式的話 那可能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請你把它當文字看待 串接 第二的話呢,如果要標準的日期格式 請你在日期 就是年跟月中間加斜線 月跟日中間加斜線 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 就完成了 OK,也就是說啦 將來如果說你在VBA處理日期的話 記得喔,你可以把它當 這個所謂的 日期串接 但是 一定要這個地方加斜線才OK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也許可以試試看 假設我要標準日期 所以這邊的話,2022的1月 那底下應該2022的2月 一直推3月 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那所以這個地方又多一個 另外一個寫法 那剛剛有同學問到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看一下 這個問題就說 這邊的話 就是說 如果要把檔案 存為當天的日期的話 那當然 存檔後面會講 那當天日期 其實如果你要取得當天日期 在VBA裡面 你可以用那個檢視裡面的即時運算症狀 這邊的話,你可以 執行一下 問號 空一格 打一個date DAT就可以了 特別注意,在 Excel裡面 取得今天日期是 Today 小瓜糊 但是呢,如果在VBA裡面 它是叫date 所以你Enter一下 它會取得 今天應該3月21,沒錯 但是特別注意,如果是你要存檔的時候 存檔名稱的地方 你不能有斜線 因為斜線的話 檔名是不允許有這個斜線的 所以如果將來你們要存檔的時候 你不能直接說把date放進來 那當然你要怎麼做呢 一般是這樣啦 你可能要把它格式化一下 格式化的話 可能就是 我們前面有講過有一個函數叫 叫 Format 你打VBA 電 Format 這個Format 函數的話 它其實可以把date 豆點格式化成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的格式是要 年月日各兩碼好了 你可以打 YY MM DD 那這樣的話 它可以幫你格式化成 Enter一下 它就 220321 那以後呢 如果假設你要把 檔名取成這樣子 它是可以解鎖的 OK 所以將來 我們後面 再講到存檔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把 Format 配合date 後面加上這個 它其實就可以 當成是檔名 當然你不能直接把date 拿來存檔 這可能要特別小心一下 另外的話 你說老師 那可是我那個 日期格式有特別要求 有沒有特別的格式 那我怎麼查 其實很簡單 你在Format上面 按個 F1 F1 它就會跳那個 Format的相關說明 Format裡面 這邊其實可以查 F1之後 這邊就有 DD 有沒有 DD是 那個 月 它的日 然後 MM的話 就是它的月 YY的話 就是它的年 那當然你可以 兩個 YY就是 產生兩個數字 那當然你可以 產生四個 其他的話 底下還有一些 相關的範例 如果需要的話 其實可以 參考它的範例 或者你Google一下 那個VBA的Format 或許可以找到其他 可能你有 要不然的話 像我的習慣是直接 直接跟他自己試試看 用Try的 Try的 如果OK 那我乾脆用我要的 我試的這個結果 OK 所以 剛好剛剛 剛剛同學有問到 所以我順便講一下 這個部分 跟日期有關 所以 對喔 把重點回顧一下 我剛剛 改了兩種寫法 看看這個 也把它 改在這裡 這邊 第一種改法 就是說 這個地方 把它改成 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OK 點Name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是 第一種改法 第二種改法 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 我等一下也 也許把它放在 這個我先把 稍微縮小一下 把它清除一下 然後這個再輸出 就長像這樣子 幾月幾日 OK 另外的話 這個寫法 就是 標準的日期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